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五次会议 因为今天下午这个讨论的就是因为 欢迎主席在报告中提到就是中俄儿女 就是这种大团结在这方面 所以我感觉这位团结现在是很重要 因为这国民主中俄儿女大家的团结 就为正确委员他也是这样就为女子 他也是同学各方面的对人朋友多 坚言坚确 就正确委员自己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汪洋主席代表这个全国政协第 这个常务委员会做的这个工作报告 应该说也是一篇言简意该的 而且这个非常精炼的 文字非常精炼的一篇科法马尔人问题都谈到了 尤其是呢 这个突出了这个团结二字 在新的一年呢 就是要注重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这个为这个八十大的胜利召开呢 应该说奠定一个政治基础 这是对我印象最深的 刚才听完委员们的分子讨论 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现在我们的采访间又要继续开始营业了 我们继续下去工作吧 我主要建议呢 现在的新东会有两点 我建议就是说他除外打工 他可以在大工地 也可以参加这个 这一网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凌晨一点 小欣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现在两会的日程刚刚过半 小欣还会继续把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委员的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